平日里皇上总说 你们是他的栋梁之臣 现在倒好 皇上失踪 大厦将棋 你们都管什么大用 和珅 皇上对你 可是圣倦正龙啊 可是你看看 就在这个京城里面 皇上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 突然如泥牛入海 全无踪影了 回太后 奴才已经遵太后一旨 进发城中之兵 将这京城围得铁桶一般 连这鸟儿也飞不出去的 想必皇上就会有下落的 倘若 又出现了你何大人 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仍旧找不到皇上的下落呢 那就恭请太后 赐奴才白领一条 如果皇上万一有什么意外 奴才情愿以死相报 以不奴才失察之过 禀太后 京城的治安是臣的职责 出了这等事 臣难逃其咎 请太后责罚呀 皇上视你们为骨功 你们对皇上 也该骨肉连心吧 可是你们有何作为 就凭这一条 该不该打 奴才该打 好 这是你自请处罚 休怪哀家 要是不伤精动骨 你们是体谅不到 哀家此时此刻心机如焚的滋味啊 先打二十大板 谢太后 太后 臣也有罪 请太后责罚 你就免了吧 谢太后开恩 谢什么信 要是再找不到皇上的下落 就直接砍你的脑袋 太后 弘历来了 启禀太后 停停停 有何事啊 这打的是何大人的 还差多少棍子 上鱼十棍 那 行了行了 二家现在没心思跟你闲聊天 有何事 太后不用急 不着急 等何大人挨完了板子再说不迟 启禀太后 二十大关已经打完 皇上已经多日迟迟不见踪影了 你居然很有心思想 你是何居心 何大人 若是皇上已经找着了 我还能像你一样哭丧着脸吗 什么 你找到皇上了 启禀太后 小民不负太后之托 已经打听到皇上的下落了 你居然找到皇上为何早不说 害得和我们吃板子 何大人 您挨板子这不是太后的赏赐吗 我不能坏您的好事 再说了 就算把屁股打烂了 我还能给您贴高有的 行了行了行了 弘历 你快告诉我 皇上现在在哪 印象是否平安 太后啊 皇上他 他跟别人打了一架 受了一点皮肉小伤 不过您放心啊太后 有弘历庙手回春之术 已经不大碍事了 现在啊皇上吃了点止疼药 行动上有点不大方便 被我弘历安置在一个妥善之处 明儿一早 他就能回宫 给太后您老人家请安来了 小伤 伤在何处啊 太后 您看您老人家怎么了呀 我弘历什么人呢 江湖人称火匾鹊 那是有起死回生之术之人 何况皇上受的 就是那么点皮肉小伤啊 这皇上 究竟为何事与人争斗啊 皇上他是 太后您自个儿猜吧 还会有什么事 准是为了哪个女子 太后 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您自个儿猜出来的 带我去见皇上 太后 太后 依小民看 这事还是缓一步的好 等皇上明天伤好了 自然就会回宫来了 要不然您说 皇上脸面不好看 行了行了 你们俩起来吧 跟着弘历去见皇上 记着 不许离开皇上一步 万一再出现意外 我饶不了你们 这 走吧 走吧 等等 和珅 带几个太医过去 带太医干嘛 太后 您老人家真不相信 我弘历的医术啊 弘历啊 你想到哪儿去了吗 哀家哪能不相信你啊 哀家只是 只是什么呀 不相信你又怎么样 你 你们 你来 哀家谁都不相信 走 站住 你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 噓 天机不可泄露 走 等会儿 嗯 我问你 你真的找着皇上了吗 你可得说实话呀 何大人 不信我您就回去 信我呢 您就跟着我走 走走走 嗯 站这儿干嘛呀 这是妓院 里面是你相好啊 你说什么呢 何大人 这要让我们大媒知道了 那还得了 那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呀 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皇上在这种案子 噓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何大人 进不进 你看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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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皇上能正在这种地方 呃 呃 在不在 何大人 咱们一去 不就知道了 嗯 嗯 何大人 进去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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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小梅回来了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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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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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臣叩见皇上 起来 谢皇上 咱们不说话呀 你们脸红什么呀 朕还没脸红呢 哎 皇上 奴才救驾来迟 请皇上恕罪 救什么驾呀 指着你们救驾 朕都死八回了 不知何人胆大包天 伤害了皇上 皇上略加描述 不 臣立刻点骑兵马 定将那大胆的刺客 呃 卓打归案 别大惊小怪的 刺什么客啊 啊 他们连朕的身份都弄不清楚 不过就是争风吃素而已 朕也没让他们占什么便宜 这事过去了 别说了 是 臣遵旨 呃 皇上 呃 太后非常惦念您 令奴才带几个太医来 呃 还是请太医针断一下 以免太后担心 叫他们进来吧 哎 都进来吧 这干什么呢 敢急呢 这么多人呢 留下一个 其他都回去 哎 太后 呃 你留下 这是 这 弘历 这儿也没你什么事了 既然活身都已经来了 给你放假回家干老婆去 谢皇上 你们俩还在这儿干什么 出去候着吧 呃 这 哎哎哎哎 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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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何大人 我问你 皇上真的一直住在这里 那你说皇上住哪啊 好了好了算了 反正问不出实话来 哎 告辞了 我问你 皇上是被何种兵器所伤 好像是被剑所伤 剑伤 你今天晚上不要离开这里 就在这儿待着啊 啊 是 走 看来轰的这小子 没说实话呀 何大人 您有什么高见 争风吃醋用了弓箭 这倒头会听说啊 高大人 厉烈就守在这里 嗯 我去见太后 哎 请和大人放心 下官这回 不会出任何疲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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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